王爷 霓裳姑娘跟一位拼拼公子走了 胡说八道 千针万确呀 小鹿亲眼所见 那公子吧 长得人模人样的 但嬉皮笑脸 站着聊了这么久了 我肚子也饿了 不如你请我吃好吃的吧 好啊 走吧 我与哥哥 我与哥哥 霓裳姑娘还非要让她请吃饭 非要 对啊 好可惜啊 不会又是那个姓苏的小子吧 这个贼心不死的家伙 本王倒是没想到 你在京城的朋友还不少吗 王爷这算是 憋不住来找我问话了 你毕竟年轻 又是出来乍到 结交朋友 需小心谨慎 王爷 您板着脸教训人的时候呀 就特别小 我惦 我们现在就去约好的那个地方吧 霓裳 你不是吵着要去看山茶花吗 让欧阳公子尖笑了 女孩子的心思啊 可是真难懂 苏文玥 霓裳 你喜欢看山茶花呀 正好我院子里面种了许多 好像是我先邀请的霓裳姑娘吗 等一下 我在自家院子里请人赏花 好像不爱公子什么事吧